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是Juni 坐在我旁边这位大姐 让她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裴香 今天 难得在这里我们有做烹饪 连这么巧有谈到裴香 她说她用了Ara Sock 有很好的见证 我们现在来问她一下 她穿的Ara Sock 改善了什么 我其实是昨天开始用袜子 因为我时常有半夜抽筋 所以 我穿了袜子之后 我就有改善到这个抽筋的问题 还有就是 脚腹肿的问题也改善了 OK 然后我就 前些时候我的手有 有 走麻痹是吗 对对 然后就照了Astray 所以说我有五次第四跟第四期节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往上把袜子穿在我的手臂上 这个也是会改善到我 麻痹方面还有疼痛方面 也是有改善了 那么很好 之前 你经常都会 去看中医是吗 对 之前我就是做了 Therapy 签了两个配套 并花了两千多块 花了两千多块 去签那个配套 也是有 穿了这个Ara Sock 也是帮你改善了这个麻痹的问题 之前签了配套 都还没有办法改善到 穿了这个Ara Sock 会更快的改善是吗 不是没有改善 就是说你要去做 做好之后 它会好一点 然后过后它又会反弹 会恢复说还是疼痛 没有一个好像说给我一个根治的 一个 就是说有去推就会好 没有去推它又会在麻痹痛 这样 穿了这个Ara Sock有帮到你了 现在就是每天这样穿着 就是说 副身服 你是怎样穿呢 就是 通常因为我白天会比较不方便 我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会穿着 睡觉 很好 现在我是因为 所以可能这个手臂也是 因为肩颈的 影响到所以我现在也是 开始要穿的 他的上衣 对 现在 他穿了Ara Sock 改善了他脚麻痹的问题 还有他的手臂麻痹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他说会投资 我们的Ara Basic Talk 希望会改善他的健康 所以你觉得 穿这个Ara Sock值得吗 值得 如果是健康 给我很健康的话 当然是值得投资 对 那么 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Live之前 所以想了解这个 Ara Sock Ara Pen Ara Basic Talk 可以找佩湘 或者找我 Juni 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